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针定错了你的病的真正原理的时候 就给你错误的药 那会使你死 感谢上帝 我因为错药 咳嗽了两年现在停了 所以呢 医生会医好人 也会医错人 病呢 药可以医治一些病 也可以产生另外一些病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致死的另外的原因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心灵的病产生的致死的原因 这个就在二十一世纪会变成越来越时髦的 医学界从来不知道 这个心理界从来不知道 五岁以下的还是会自杀的 你们在过去这一二十年中间 有一些的例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而最近你看见有一些 集体自杀的事情 你们看到了没有呢 这些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些失望的人 他们就在internet 就把整个社会中间 所有失望的人连在一起 有相优自杀 这个风气不可长 但是这个风气不可停的 以后会越来越厉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判断 我现在就在这一段时间